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那么在今天天气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阳光普照 那么天气的气温也十分的宜人 全天气温在华氏40到70度之间 但是入夜之后 尤其是八九点之后呢 可以明显的看到云层增多 而星期五就是明天Astro将会面对Philly 在Minimate Park进行他们世界职棒赛的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呢 届时天气将会十分的糟糕 会有下大雨刮大风 甚至还有可能会有isolate tornado的发生 因此在这边特别提醒听众朋友 明天天气的情况 那么讲到Astro即将开始的职棒决赛第一场 将会在休斯顿的Minimate Park 第一场是明天星期五晚上 第二场是星期六 第三第四呢将会到Philly 他们的hometown去举行 那么根据消息指出呢 现在所有决赛的票都卖完了 第一场比赛的票都卖完了 如果想要去这个resale market 或是可以说是黄牛票市场的话 一张票价值超过500块美金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两则法庭的消息 那么大家都很关心到底AJ Armstrong 他第二次出庭审理是否能够将他定罪 或是将他释放 那么在昨天经过将近18个小时陪审团讨论之后呢 结果还是同样的hound jury 或是我们讲mistrial 也就是说12名陪审团团员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协定 那么这已经是自2019年以来第二次的同样的结果mistrial 那么在这次12名陪审团当中 有4名斩钉截铁的认为AJ是杀死自己父母的凶手 另外8名则表示 由于他们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AJ就是凶手 因此无法给出定罪的决定 那么到底会不会还有第三次的审讯呢 目前看来在历史上很少有第三次同样的案件被开庭审理 除非以后得到新的证据或是新的技术 能够给出更让人能够决定的证据 那么第三次在出庭审理AJ的案件大概是不可能了 那么这一次的审讯呢 也花费了纳税人上百万元的这个税金啊 来开庭审理他的案件 那么之后其中有一名陪审团团员接受了电视台的访问 那么他说其实他们除了这四名斩钉截铁的认为 AJ就是凶手之外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共识 AJ是有罪的 但是由于这个ADT警报公司 他的记录实在是让人无法 让另外八名陪审团团员给出一个绝对是有罪的决定 因此最后是变成mistrial 好那么另外一个法庭的新闻就是 审理这个杀害Harris County警官的凶手Robert Solis 昨天得到了他刑期的这个定案将会被处以死刑 那么Delawatt他是Harris County的第一名这个SIC的成员 SIC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宗教他的成员 那么他在担任Harris County警官的时候生活好评 并且他还创立了允许让Harris County和其他的执法单位 让警员们在他们的车子上面或是办公桌上面 展示他们自己信仰的这些物品 来表示自己的信仰 总之陪审团在这一次的审讯当中 倒是花了很少很短的时间 就决定Robert Solis他的有罪刑期 那么许多陪审团员说 刚开始进入这个案件的时候 还不是很确定是否Robert Solis 真的是故意开枪杀死警方 但是听过了这么多的证人之后 还有看到他过去30年的犯罪记录 每一个陪审团员都同意 Robert Solis是百分之百的有罪 并且要他以生命来偿还他这一个杀害警官的罪行 好那么在今天早上九点 与Austin将会进行这个Uvalde小学屠杀案的听证会 那么这将是又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听证会 那么届时还会要这个Uvalde当时出现在现场的这个第一个警官 他是Texas Ranger的警长 由他要出庭作证 那么其实他在才几个星期前刚刚从他的职位上面退休下来 很多人怀疑这是因为他将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可能是质疑当时警方的反应是如此的不佳 他甚至可能将他fire炒鱿鱼的结果 所以他立刻辞职了 那么德州州长Greg Abbott呢也表示 但是之前他并不知道Texas Ranger 当时在Uvalde的这一个地方Texas Ranger的Chief辞职了 总之在这一次的听证会当中将会 这是由Texas的Public Safety Commission来主导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焦点再回到Harris County的选举议题上面 其中第二个让Harris County居民非常关心的除了第一个是经济 那么第二个是通货膨胀和犯罪 接下来呢不外乎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这个政府的腐败情形 那么这主要是围绕着现任市长和现任Harris County的法官Lena Hidalgo 除了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这个 他给这个名不经传的艺人公司1100万的Harris County Contract之外呢 另外是Harris County的Auditor 这个应该是专门来审计Harris County花费的这个公众Auditor Bill King 他在昨天释出了一个账单 显示着Harris County法官Lena Hidalgo呢 其实他是认识这一个Elevate Strategy的老板 因为当时他矢口否认他说这个1100万元要给Elevate Strategy公司这件事情呢 他是完全不知并且对这个老板是一点不认识 但是Bill King Auditor昨天他释出了这一个invoice上面 非常的详细记载着Harris County 其实老早就跟Elevate Strategy公司有往来的交易 高达1400万美金 那么这些交易呢 虽然是讲的是说要对Harris County当时的健康政策或是COVID做宣传 但是这1400万美金花费很多是在取得民主党选民的资料 那么Bill King表示呢 这完全应该是花费在维持Harris County居民的健康和防疫上面 但是却变成了Lena Hidalgo和民主党政客们 他们索取票源和如何使用票仓来巩固自己政府官员的地位 所以说他表示是十分的黑暗 目前直到Lena Hidalgo她的三名高级住已经被indicted 就是已经接到法院的传票 那么其中一人已经表示guilty 就是表示他自己是有罪的 另外一名呢表示将会全力配合调查 还有在市政府 我们也知道这个市长的他的一名高级助理 在日前也是表示自己在收贿行贿 也是表示自己是plea guilty是有罪的 因此现在Harris County的选民难怪他们说 政府的这个诚信度和能够停止政府的腐败 是他们一个非常在意的选举议题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剧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四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